Good morning,早上好,今天我们来做一杯咖啡吧 今天咖啡的做法叫Pull Over 我来给你看一下Pull Over是怎么做的 首先来看看需要什么东西 这个是你咖啡里边可以放的牛奶 这个是Pull Over所用到的 这是它的Filter 可以把咖啡粉放在这里边 选你自己喜欢的咖啡 还有一个Mug 水杯Mug 这是装Filter的盒子 它有型号是二号 当然了,还有糖和饼干 你自己喜欢的Cookie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吧 做Pull Over非常非常的简单 把Pull Over的塑料放在你喜欢的Mug上面 加上你更加喜欢的咖啡粉 星巴克的咖啡为什么好喝 它的配比也非常的重要 两勺的咖啡差不多10克要加上180毫升的水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制作 咖啡粉 咖啡已经放在了Filter里面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烧开的热水 慢慢的浇在你的Filter上面 有耐心的等待它慢慢的渗下去 好了,再来第二次 这样反复操作差不多三次就可以了 在咖啡的众多做法当中 我个人最喜欢这种方法 因为它非常的便于携带 也非常的省事 又很环保 不需要任何洗咖啡壶的过程 当然啦 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实际 很便宜 有没有 这一盒Filter里边 有很多很多 100个 你可以用100次 那这个Filter呢 你可以用无限次 只要你不损坏它 可以一直用下去 咖啡粉呢 也很经用 因此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方法 是在我经过 对比了各种咖啡壶之后的结果 现在已经能够闻到咖啡的香气了 这种咖啡Pulver 中文翻译我想应该是过滤式咖啡 它让咖啡在热水当中 慢慢地散发它的香气 然后慢慢地滴落到你的水杯 Mug当中 好啦 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只要把它抬起来 丢到垃圾桶里 That's it 看 如此之简单 这个只需要用水 轻轻冲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牛奶 牛奶在咖啡里边翻滚 很享受 S 那么最后再给你推荐 我最喜欢的一个配咖啡的饼干 Dutch Caramel Waffle Cookies 这个是来自于荷兰的 它的中间呢 夹心夹的是caramel 它的糖浆 有的会夹的是 枫树浆 也是很甜的 那么他们的喝法呢 是把这个cookie放在咖啡上面 让咖啡的热气将它融化 这样这个夹心的糖浆 就会软化下来 吃的时候口感非常的好 好了 今天的咖啡就做好了 Have a nice day Bye 别忘了关注我 教你更多美食 学习更多英语 我们明天再见咯 Bye Bye